大家好,我是大M 我是阿蕭麥,大家知道我們今天去哪裡嗎? 今天我們會去廣島東 一個天涯海角 就是位於黑角頭的過年神角炮台為止 我們還看到小動物 好像蟲鼠,色域和變色龍 我們還會帶大家去看當年英軍起的發電站碉堡 大家一起跟著我們來吧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我們今天要去黑頭角 什麼好像不是叫黑頭角 黑角頭 一會兒會有什麼? 一會兒會有蟲鼠 很可愛的 很可能會有野豬 還有一個雕堡 還有很多海膽和大蟹 我們一會兒去看看是否真的有這隻蟹 今天我們在中環搭七八八號巴士 去南灣半島巴士總站 有很多車都可以去南灣半島的總站 然後就在南灣半島旁邊的小西灣海賓花園 走上去龍躍徑 在小西灣海賓花園裡面 有條路可以走上去龍躍徑 這條路徑的入口 就在小西灣海賓花園公廁的斜對面 沿著樓梯走上去幾分鐘 就會見到一個分叉路口 今天很熱 兩邊的路都可以通往我們的目的地 不過我們就會選左邊的路 因為那裡會見到很多蟲鼠仔 這麼快 我們就見到有兩隻蟲鼠仔 小朋友見到蟲鼠仔 就非常興奮 有一個南海觀音廟 不過現在沒有開 這裏有很多色彩繽紛的西藏旗仔 都可以是一個打卡位 這麼漂亮 望回頭就見到南灣半島在我們後面 想不到在小西灣的海賓花園 我們都找到很多小動物 在另一個位置又見到有蟲鼠仔 出發彈了15分鐘就來到這個位置 現在我們來到龍躍徑的牌前面 終於可以走 這條龍躍徑的牌旁 都見到有很多官司的位置 很冷 這個冷氣 我看到這麼多棉膠 大約走了25分鐘 我們就上到這個藍色欄杆 在這裏已經可以見到很漂亮的海景 在樓梯走完出來之後 又繼續走下山 我們在曬太陽 我們在這裏見到一隻變色龍 在曬太陽 我們看著牠的時候 牠還在慢慢開始變色 還有神道的牌 下面有個位置 他們進去看風景和休息 這裏可以看著海景 這裏風景又真的不錯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你剛才走這麼快 是不是介紹得很好呢 是啊 是呀 欣賞完這個無敵大海景之後 我們就繼續往發電站雕堡出發 大家看到這個巨型的消防水光之後 就可以走上去右邊的這條小徑 現在有發電 是前面的 有一個 有一個屋子在這裏 好像一個廁所 哇 很大的東西 這個發電站的雕堡 原本是用來供電 給探射燈雕堡的探射燈 這個圓壺形的防護牆 在香港的防禦工事來說 都是非常稀有獨特的 它亦有一個實際的作用 就是保護雕堡的通風口 原壺形的防護牆 亦可以避免敵軍的炮彈射入發電站雕堡 影響供電運作 我們看完發電站雕堡之後 就走到山 去過年神國炮台的遺跡 在小徑出來 繼續下山 就可以去到入口 差不多到爬出去的位置 現在看到每個小朋友都在爬 可能今天是星期日 而且又好天 所以今天就有非常多的遊人 有這麼多人在爬 一看就知道要在這裏爬出去 在這裏看出來的呢 就可以看到偉南的天空 還有南端端的大海 好像去到天崖海角一樣 那裏看就不太多的 那裏看了 今天很像在這裏看 那裏看,那裏看有些地方 那裏看出來的 西方 這裏看來就像那裏看 那裏看來就像那裏看來的 所以就像那裏看來的 那裏看來的 今天我看來的 而且遇上阴天大风时来这里都有一定的危险 大家就这样听一下风声都知道这里有多大风 其实现在歌连神国炮台为止 最出名的打卡位就是大电视机 不过大家都涌着去大电视机打卡 所以要排很久才可以拍到那幅照片 我们就不跟别人欠打卡了 相反欣赏这里的南石和大海的风景更加吸引我们 我们出发前特意看过潮值降退的时间 知道现在是潮退的时间 所以风景和平日会有点不一样 大小M的表哥激龙仔已经来过这里 所以他就带路带我们去看海胆和蟹仔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行山 所以大小M都比较有经验 如果你们不是经常走 就建议大家不要走到下面 就是在这里下来 刚才 下到这里下面就看到一个小小的天池 在这里就会看到一些海洋生物 我们还看到有些人在这个崖上面攀石 大家在海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只顾着打卡 要看着浪 哥连神角的炮台为止 其实是1938年起的 现在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 当年駐港英军 为了加强香港岛东部的防守而建的 碉堡的正面原本有一个圆弧形面的设计防护墙 用来避免敌军的炮弹 不过日军入侵香港的时候 已经破坏了炮台的设施 再加上风吹雨打 现在现在的碉堡已经面目全非了 这里下面有只蟹仔 烤了在这里 原本哥连神角有两个碉堡 不过其中一个被超级台风山竹破坏了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碉堡 我们在碉堡逗留了差不多40分钟 之后沿路折返回南湾半岛 港岛东这个天涯海角的风景 真是很美 除了可以欣赏很美的海岸 和欣赏王位的岩石之外 也可以参观一下这里的历史遗迹 我们就强烈建议大家 等好天的时候才来这里 最好查查潮值涨退的时间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 请大家给一个like这条片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不想错过我们其他的讯息 就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follow我们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